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编号完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老师又来了 好 我们来开音十分钟 一点你就通 今天呢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 所有我们的这个要讲 好命的妈妈是多吉利证简 妈妈们 赶快拿起你的这个手指头 好 帮我们按赞 分享 开启这个小铃铛 不要忘了 这样老师说下去比较好讲 好 那所有的妈妈们呢 可能在生这个孩子以后呢 就会觉得说 我若生孩子会忘夫忘子 结果呢 很多人后悔了 为什么 生完孩子以后呢 你觉得说 哎呀 我帮我另外一半 生了这个爱的结晶 一定会更好命 结果24小时待命 stand by 甚至呢 小孩子在幼小的时候呢 身体不好 可能没有办法睡 就像老师呢 小儿子一出生 妹妹好 可能到晚上他才哭 白天既然给你睡觉 晚上就妹妹好 然后害我呢 跟市长两个人呢 晚上都没有睡觉三个月 结果就把他们全部丢给外婆带了 好 那 妈妈们呢 一定很想知道说 哎哟 我这个生肖 是不是她老子 生肖子会越来越好命呢 好 在所有的12生肖里面 妈妈们 好 我现在先 赵慧慧啊 我看到你 家伟 哇 家伟你上来咯 好 五安五安 你是超级神猪啊 家伟 好 太红 你也上来了 我看到你了 太红 太红 老师这两天都有看到你 好 还有谁上来 赶快上来 然后记得按赞 留言 开启小铃铛好不好 那今天呢 老师就是要来分享 因为母亲节啊 老师一定要告诉你们说 多一个妈妈的这个生肖 她的孕世 在生我孩子以后 结了婚以后呢 哇 她的命就越来越好的 老师有上榜哦 好 来 那现在我们就二话不说了 孩子会来 就说这一次 来到你身边 孩子会忘你 或者是你生完孩子以后 你的孕会好 这些孩子来到你身边 一定跟你前世有息息相关的 那我们现在就来谈谈 前世哪几个生肖的妈妈们呢 生完孩子以后呢 越来越好命 好 第一个生肖呢 就是这个 俗马的 好 俗马的妈妈们呢 嗯 老师看到她们的前世 就是做了太多的财布丝 好 做了很多的财布丝 来 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小编说老师 你又忘记了 翻翻了 好 那我就把它拿起来 好 来 我们看一下俗马的 俗马呢 前世因为做了很多的财布丝 你就是说 做财布丝到底做什么财布丝 我跟你讲俗马的好命 一定有原因 你前世一定做了某些事 好事 所以你这一次才会 生了孩子以后 越来越有福气 而且很高兴 好 俗马就是这样 人家前世出生在圆外家 或者是家里特别有钱 但是呢她不会因为自己有钱 然后呢 吝啬了自己过自己的好生活 她把家里的家当全卖了 拿去帮助一些孤儿 让他们呢 能够这个学业有成 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 所以来到这一次 她只要哪个男人娶她 一定会好命 因为她会忘夫 再来呢 她更忘的就是忘她的孩子 因为这些人来到她 这个孩子来到她身边 当她生了这个孩子之后 她的孩子 其实就是前世她帮助过的人 所以这次来 是要来干嘛的 报恩 好 我举一个报恩的例子 这个高雄气 那个气爆 你们有没有听过 那个气爆的事件 就是来报恩的孩子 这个小孩呢 一出生 这个就是 就是出生 对于很懂事 我今天属马的孩子都很懂事 一出生就是老灵魂来的 那这个孩子长大 这个在大学快毕业 她就是毕业 那时候好像快毕业 然后她的 她就跑去找这个 因为她很少出门喔晚上 她就跟她的妈妈讲说 妈妈因为我们快毕业了 所以我想要 晚上我约了朋友 在同学家 我们要在那边相聚 于是呢 她妈妈呢 就答应她 因为这个孩子特别乖 那她都不会在晚上的时间出门 所以呢她就跟同学相聚 好 11点的时候呢 她说她会回家 结果在11点以前 她起摩托车出发 高雄气爆 第一个炸到的就是她 手臂断掉 当场死亡 好 这个孩子的妈妈 非常的难过 为什么 因为只有那么一个女儿 好 这个女儿呢 这个 这个 妈妈在整理她的衣物的时候 竟然在她的抽屉发现一封信 她写了这个信里面的内容 最主要的就是 竟然她可以在她 碰到这个意外事件之前 就留了这封信 写了什么 妈妈你想买的车子 我会帮你准备好这个钱 还有 你跟爸爸两个人 因为为我们 这个 为我着想 然后付的债务 我通通会帮你还 新以外 我会留你们往后 你们养老的这个 这个基金 那 这个孩子确实 离开人世以后 保险 还有国家的补助 妈妈拿到 确实都如愿 如愿了 所以这个孩子就是来报恩 所以呢 那个妈妈也是属马的哦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第二个非常有福气的妈妈 是谁 好 属鸡的妈妈 好 属鸡的妈妈呢 因为她前世救过人 好 也许呢 这个属鸡的妈妈以前是 你曾经是个医生 非常有人医道德的这个医生 所以呢 你常常呢 就是不收费而去救人 甚至呢 你可能前世 你看到有人要自杀 或者他要跳河 跳水 好 你救了这个人的命 而让他没有做出这个 人生不好的这个结果 所以呢 你前世曾经救过人的 这个妈妈就是属鸡的 好 来到这一世呢 属鸡的妈妈基本上呢 她的孩子会跟她 非常非常非常的同心 因为属鸡的妈妈 她非常有条例的 会从小呢 教育这个孩子 想要栽培孩子 她会细心的陪着孩子 跟孩子很像朋友 他们两个人的心非常契合 那因为她很专心 教育孩子的人格发展 包括她的学业的栽培 所以孩子呢 一定是学历相当的高 而且在社会地位 一定有某一个非常高的程度 不是老板 就是总经理 要嘛 就是在公子里面 她的官位非常高 所以妈妈很放心以外 她们也相对 有什么事情都会跟父母商量的 很贴心的小孩 而且呢 妈妈只要有一点点什么事 生病啦 住院啦 这个孩子会陪伴在妈妈身边 所以属鸡的孩子呢 她的好命就是因为 孩子太贴心 会跟她像朋友一样 陪伴着她 就像她前世 她救了这个孩子 曾经救这个孩子 投胎来到这一世 她就会陪着她 黏着她 护着妈妈 所以呢 这个属鸡的妈妈 也会越来越好命喔 好 第三个生肖的 这个好命的妈妈 生完孩子后 会好命的是谁呀 坐在这里的这个老师 就是属龙的 我一定要说 我吃好命 但是要修啊 要修啊 好 前世如果你是 生肖属龙的妈妈们 好 你 越来越好命 因为呢 这个属龙的妈妈 是佛心来的 我讲的佛心来就是 基本上她们有带天命 是菩萨身边来的妈妈 我们再看一下 属鸡的妈妈 哇属鸡的妈妈 你属鸡吗 那个杨佩玲 亚拼 我看到了 哎呦 好多人赏星星耶 是不是 我没有看错 傻眼 那个眼睛糊掉了吗 那个李小龙耶 有看到 有看到 你们太棒了 你们改好命 好 来 好 属龙的生肖的妈妈呢 因为她是佛心来的 所以她来到这一世 其实她是要来度化众生嘛 对不对 她这个孩子呢 生下来呢 又会慢慢慢慢长大 妈妈会树立她的这个 就是以自己为标榜 为标榜 然后来影响孩子 让这个孩子呢 从小就是妈妈的这个标榜 然后学着妈妈 长大以后 因为她是佛心来的妈妈 带了很多的福分 所以每一次孩子呢 莫名其妙 可能呢在考试她没有把握 就像我的孩子 考版中的时候 那时候 男生好像要 一 是一百九十分吗 我忘记了 结果她 其实她少了很多分 大概三四十分 竟然进版中 我不知道那个 那个考试委员会 到底是怎么看的 就她进版中了 好 她自己有感受 我的儿子常常跟我讲说 妈 我觉得 因为你这个妈妈 让我感受到 我做什么事情都很有福分 那就是妈妈去忘了 就是这个孩子来 基本上可能她在前世 曾经呢 跟这个妈妈的关系也是 妈妈想要帮助她 这个孩子比较叛逆一点 比较捣蛋一点 来到这一世呢 继续再修正她 所以妈妈会 以自己为标榜 然后影响孩子 影响先生 影响整个家 让这个家 所有的运势呢 都起来了 好 这十个生肖里面 这三个生肖的妈妈呢 真的是越老会越好命 因为生了孩子以后 都让孩子呢 来报恩 然后孩子也很贴心 回来呢 这个产还 她过去帮过她的这样的 过这个前世 帮过她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相对性来到这一次 让这个妈妈生完孩子 都会很好命的哦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再聊聊 因为在前世今生这一块 我把这个板板先拿下来 要不然老师手会痠 手会痠记得 还是要举起手 记得要留言 按赞 开启小铃铛 老师很严肃哦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呢 再来谈谈 好 这一生呢 其实我们在前世所有的整个种种 来到这一世都会影响你的事业 财运还有家庭 那妈妈们现在一定说 老师你都说好的啦 都没有讲到坏的啦 我们这些没有这三个生肖 没有跟老师你的生肖 同样 不好运的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你应该要了解一下 了解你的孩子跟你之间的因果 这个时候就要来找老师啦 你要知道孩子要怎么样子从小 让他知道 老师会告诉你说 你这个孩子怎么跟他相处 像我们家的那个团队呀 那个小鱼 小鱼 应该在上面 我刚刚有看到 好 他呢就跟我讲说 老师我那个女儿真的要怎么教他 我说好 我就看了他女儿的前世 我就说你这个女儿呢 非常想要人家尊重 所以呢你注意看哦 你那个女儿呢 只要你骂他看看 他的脸马上就是 好像你欠他 你欠他好像欠他好几百万一样 马上那个脸是臭的 他说真的耶 我说你跟女儿相处 因为他前世跟你之间 两个人有口 这个我们讲的就是那个口角怨力 所以你这一次来呢 你对你的女儿千万不要大声 因为他会有前世的记忆 你曾经骂过他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你这个小孩你跟他讲话 你就要说 哎呀 譬如像他女儿如果生气起来 就会摔玩具 然后他就会开始骂他 那这个女儿你越骂 你示范看 他会越会摔 好 那我就教他了 我说当他如果有这样的情形的时候 那你就应该跟女儿讲说 哇 你丢得好远哦 你以后可以参加体育班耶 那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不会丢我的玩具 因为都会打坏我自己的东西 你要跟他好好的解释 然后用另外一个方式 纠正他 而不能说你不行 你不能这样这样 好 所以呢这些没有上榜的妈妈们 不是说你们没有服务 那就是一个业力的阻扰 好 那你就要很清楚知道 你的孩子 他来到这一次 你要怎么样子的协助他 那当你协助他的时候 你知道他前世的状况 这一次他要怎么样子 在这一次他的人生 应该要怎么样走才是对的 那你把他抓对了 当然这个孩子走对的路 以后他赚钱就会孝顺你了 所以呢怎么样跟孩子达到一个默契 就像这三个生肖的妈妈们 那么样的好运 那当然是可以扭转的 就必须要了解你自己跟孩子之间 前世的因果咯 这一次跟全天下的妈妈们说 辛苦你们咯 我也是妈妈 所以我也很辛苦 好 给自己秀秀 那祝所有的这个妈妈们 能够母亲节快乐 收到这个满满的礼物 好不好 好母亲节快乐 拜拜